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们唐门对诸位的考验 谁若能独倒此人 便可压得过我唐门一头 称 独门之首 好大的口气 我 等等 别着急这上 我们可是用独第一的温家 怎么能一开始就上场呢 你说得对 温家就是普大 我们五毒门可没那么多讲究 既然诸位都不起 那便我先请了 话虽然说得不中听 但是身材真好 娇艳欲滴 此乃萃满了剧毒的毒刃 毒鸣勾吻 此毒世上无人能解 就连我们五毒门也同样束手无策 你 舅舅 他在看我 一眼看众生 狗妹 这是 这是佛门的金刚护体功法 我曾经在白马寺读过一个和尚 他用的就是这门功法 没想到唐门抓来的江阳大道 还会佛门的功法 不能碰他 别跑 小白李你难道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不会是书上书的那种 碰到女子就要取她的小段吧 你想得美 绣儿 回来 等等 方才你说到有可能会娶我的时候 为什么一脸惊恐啊 你不喜欢我 这还不明显吗 你 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容貌 看你还敢不喜欢我 不必了 不必了 就是 去 你要是看了她就真的娶她 那该怎么办 撤 好 修儿 你若真的被五毒门的女子缠上 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就是日子短点 为何日子短啊 这你就得问你小舅舅了 多嘴 风 上官花 苍山雪 尔海月 后来人们就把这上下两官 统称为雪月城 我刚才说的这四位绝世之人当中 唯有一名剑仙 有一脉后代留下 人们就推举这位后代 成为了这雪月城的城主 到现在是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喜穿红色 眉心一点朱砂 面容绝世 剑法通天 她就是我的心上人 我每天做梦都能梦到她 我真的是太喜欢她了 师傅 你可是真紧张啊 什么 人一紧张就容易话多呀 师傅 您都活了快二百岁了 还是不能免俗啊 去 有人来了 别紧张 自己人 你究竟是谁 洛姑娘 好久不见 失礼了 在下 南宫春水 我怎么不记得 我认识一个叫 南宫春水的人呢 那是因为 我们见面时 我还不叫这个名字 果然是你 你还来做什么 师傅 她就是你说的心上人 怎么感觉一点也不待见你呀 你胡说什么 我跟洛姑娘 那可是两情相悦 一见就四定终生了的 呸 你个浪荡子夫心寒 洛姑娘这么多年不见 脾气还是一样的火爆 你是天下第一 我杀不了人 但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 滚 其实当时 我也很看好你 一度我以为 成为我未来小师弟的人 还有你 差点成为师兄弟的情谊 也只够这杯酒了吧 你还没有打 我都不让你 让郭家人 你能让你敬开 你不能让你 你竟然去和他 你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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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 把你带来 我还要 你还要 我还要 我还要 你还要 我还要 那 也得打了才知道 号雀剑 位列剑谱十大名剑第八位 被人称为人间正习第一剑 但小先生今日这一剑 能否配上正习二字 权势 大局 真的要比他的意愿更重要吗 抱歉 你比半年前 强了很多 因为这半年来 我都在为今天做准备 你练了魔仙剑 事又如何 练魔仙剑会对身体造成极强的反式 你还年轻 不该练的 你师父走错的路 你不该再走一遍 只要金神能赢 那并不是错路 也收拾我 你太小看我了 是不错了 消失一座 炼锅剑谱 你以为你能赢 你修了魔仙剑 就证明你觉得自己不能赢 就因为你知道自己赢不了 所以才孤注一掷 兵行险招 羽生魔赢不了李先生的 你 也赢不了我 丁枝 走 或者死 走